就在5月5日的当天,知名的艺员孙丽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, 筛出了几张和女儿合影的照片, 因为母女俩的颜值都太高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热议。 在她更新这一则动态中,可以看到孙丽筛出了三张照片, 而且还配文说到了,母女的五月假期这几个字。 不过从她们的照片中来看, 她和自己的大女儿黄多多两人嘟楼着一个干净利落的短发, 并且还戴着一副非常酷的墨镜。 孙丽在当天的穿扮中,则是身穿了一件连衣的牛仔套装, 搭配上了墨镜之后,看上去非常的时髦。 她那15岁的女儿黄多多,则是身穿了一套白色连衣裙, 看上去也是十分的时尚。 不过最令人羡慕的,还是黄多多在这一次最新量相当中的变化。 从照片中来看,虽说如今的黄多多才年仅15岁左右, 但是她的身高,却已经和自己的妈妈一样高。 而且两人站在一起合影的时候,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母女,反而就像是两姐妹一般。 这让不少的网友们都纷纷表示了羡慕。 当网友们,在看到了他们的这几张最新照片之后, 纷纷在留言区的下面称赞到了他们。 有的人直接羡慕地说到了, 有一说一,他们这是两姐妹。 而有的人,则是评价到了盲猜一个热搜, 多多跟孙丽一样高了。 不过其他的网友们, 则是称赞到了他们母女俩, 妈和多多都好美,等等的评论。 可见他们的这一对母女, 在这一次的最新亮相当中, 惊艳到了许多的网友们。 不过黄多多作为一名新二代, 从小便备受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她那可爱的颜值外表, 一直以来都受到许多网友们的喜爱。 而且如今她也已经长到15岁的年龄, 身高和颜值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 所以当她和自己的妈妈站在一起时, 有种像两姐妹的感觉也是十分的正常。 那么, 你对于孙丽跟黄多多的这一对母女, 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和评价呢?